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 调理你的肩颈疼痛 包括你的肩膀 这个僵硬啊 酸胀啊 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人的颈质病 这就与我们长时间久坐 低头玩手机 或者是吹空调 有很多的关系 再加上缺乏运动 时间长了 你摸一下 你的肩颈 这肌肉是不是特别的僵硬 来跟着我一看 摸一摸 好,那么我们的肌肉特别僵硬了 怎么样去办呢 很多人都去习惯性的去做个按摩 或者是推拿 放松一下 用很大的力气 推得自己也非常的痛 反而呢,松不开你这一块肌肉 那么今天为大家讲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去做 好,如果说我们的肌肉这地方僵硬了 把手掌要搓着啊 有些人夏天呢 手也是冰凉的 手冰凉的一定要搓着 搓完了以后呢 好,刚好把我们的手抓着我们这个肌肉 好,放在这抓好 好,就往那一放 然后做什么呢 就轻轻的按揉 轻轻的按揉 一定不要用力 要轻轻的按揉 好,你就这样 按揉个 十分钟 十分钟啊 不要按揉太少 可能你刚开始做 做不到 好,因为胳膊会酸 那么我们就 嗯,少做一点 也要做 就这样按揉 好 先按揉 按完了以后呢 才是轻轻的拿捏 轻轻的不要用力啊 大家一定要听好 好,如果说你越用力 用的劲越大 用的力气越大 不但按不开 99只这个地方 给你按的更加劳损 那你在调理就非常难了 好,轻轻的按揉 十分钟以上是最好的 当然你实在没有时间 做个三到五分钟也可以 好,做完了以后要换 换另外一遍 也是一样 好,然后先扶着 抓着按揉 去轻轻的按揉 十分钟 因为你按十分钟以后呢 你整个这个肩是非常发热的 按完十分钟以后 你可能感觉到你的手 都是潮湿的 甚至手是冰凉的 再去摸你这一块肌肉呢 它就变得温热的 然后柔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给它按摩 拿捏 轻轻的去做一做 它就开了 它就开了 相对来说 做完这两块 一整个脖子的肌肉 它就完全就松下来了 这就是我调理的 非常有用的方法 如果找我呢 那我也是把这个两块肌肉 两个手往这一放 轻轻的去给它揉个 十到二十分钟 十到二十分钟呢 把它整个全部都给它 松软开 然后再用手 给它去做一下推拿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 只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做 相对来不太方便 你也可以按这个方法 找个同伴 两个人互相的调理 效果当然是非常好的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注意好 保护我们的颈椎 少低垫头 多运动 对着空调 然后少吹吹 好 如果对养人运动 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点击下方评论 留言 或者私信 和我经营交流 谢谢 在翼翼尧门т 没收取 在厨师 beyond 那样 去